陳部長 趕快去辦理 不要再擋疫苗了 你自己該去買的疫苗 趕快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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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加11諾夫特的第一次破口之後 印度大魔王變種Delta病毒 居然已經登堂入室 但是在屏東造成一個危機 現在這個變種病毒的傳染力這麼強 如果沒有辦法成功的阻絕於境外 那台灣怎麼辦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武器 台灣人手無寸鐵 我們沒有疫苗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不是像美國 英國 以色列 以及全國的疫苗覆蓋率超過了安全的覆蓋率 台灣現在很多人 連第一劑的疫苗都打不到 今天二代疫苗的布局非常的重要 超前部署超前部署超前部署 我們國家在哪裡 到全世界已經在部署二代疫苗的時候 台灣在做什麼 現在美國大家最看好的 Novavax 它的保護力對變種病毒的保護力非常強 它現在還沒有做完三期 還沒有得到緊急授權取得藥證 全世界搶定 不只歐美主要國家 包括日本韓國都大量的下訂單 我們台灣呢 為什麼沒有任何的動作 台積電跟郭台銘兩座護國神山 終於進了總統府 見了蔡總統之後 本來大家都以為應該會加速他們捐贈疫苗的腳步 結果沒有想到 還要再隔一個禮拜以後 陳時中才給他們政府的授權 我覺得簡直是太不可思議 不能接受在這邊強力的譴責我們的指揮中心 為什麼牛部阻擋 你是變相的在擋他們幫台灣買疫苗嗎 陳部長趕快去辦理 不要再擋疫苗了 你自己該去買的疫苗趕快去買